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财经节目 今天我们将带您一同探讨三则重要的财经新闻 首先我们将深入分析中国四大煤炭巨头 中国神华眼矿能源陕西煤业和中煤能源 看看谁的含金量最高 谁又能在煤炭市场中拔的头筹 接着我们将关注光伏行业的最新动态 TCL中环依靠颗粒硅概念实现了一波拉伸 但在产能严重过剩的背景上 这家规骗大龙头能否成功逆袭 最后我们将揭开朗元股份的神秘猎杀 这家曾被市场追捧的新东方概念股突然爆雷 深交所下发退市风险未尘寒 股价阴生跳水 投资者该如何应对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网易 煤炭作为我国发电的主要燃料 尽管被视为传统能源 但其重要性依然不可忽视 自2020年以来 煤炭板块经历了四年的长油行情 在这个背景下 中国神华眼矿能源 陕西煤业和中煤能源四家公司 成为行业的代表 中国神华凭借其高效运营的煤炭和发电业务 以及完善的预输网络 展现出强大的上下游协作优势 眼矿能源则通过多个境内外上市平台 分散地缘风险 成为国际化程度最高的能源公司 陕西煤业的煤炭资源 主要集中在优质采煤区 且储量丰富 中煤能源则是中国最大的煤炭贸易服务商之一 市场开发能力强 通过杜邦分析法 发现中国神华在销售净利率方面表现最佳 而陕西煤业在资产周转率上领先 眼矿能源虽然净资产收益率高 但主要依赖高负债 综合来看 陕西煤业的含金量最高 其次是中国神华 广义 光伏行业近年来面临产能过剩的问题 提醒到中环作为硅片大龙头 尽管尝试通过颗粒硅降低成本 但依然难逃亏损的命运 以龙基绿能为代表的一些企业 优先满足自用产能 而中环和红圆绿能等主要依赖 硅片收入的企业则承受更大压力 2024年一季度 中环和红圆绿能 分别亏损超过10亿和1.64亿 产能过剩 导致毛利率大幅下降 存货跌价损失严重 尽管海外市场需求增长 但由于贸易壁垒和激烈竞争 企业在海外市场的表现 也不尽如人意 中环和红圆绿能的境外收入 分别下降了27 98%和境外销售毛利率仅为8.68% 光伏行业的总装剂量虽然在增加 但企业间的竞争低久激烈 中环虽然在龟片销量上有所增长 但增速仍低于行业整体水平 未来光伏企业需要在市场总量扩大的同时 提高竞争实力才能获得更多市场份额 网易 朗元股份应搭上新东方概念股价大涨 但近日因控股指公司连续四年财务造假而爆雷 深交所下发年报未尋寒要求其说明是否触及风险警示 退市相关规定 朗元股份足盈鲜果和干果的种植加工及销售 因新东方概念而被市场热炒 股价一度涨超三倍 然而公司应收购的子公司优势联合财务造假被处罚 年报连续三年被出去保留意见 尽管新东方背景的高管理全面庆祝 但市场对其未来发展仍存疑虑 深交所要求公司详细说明虚假交易 资金占用 预计负债等情况 并核实东方行之资金来源及控制权归属 朗元股份董密办回应称 公司生产经营正常 但未来是否会进一步受罚 无法预判 网易近年来 随着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制度建设的不断推进 私募证券基金行业 隐瞒了高质量发展的契机 为进一步规范私募证券基金业务 4月30日 中国基金业协会发布了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运作指引 对私募基金的运作管理提出了 更为具体和严格的要求 在这样的背景下 国海证券联合国海粮食期货和排排网 开启了第二届新海杯私募大赛 为私募管理人提供了一个公平公正的比赛平台 赛事自2024年6月1日正式启动报名 历时一年 此在领选出具有卓越投资能力的优质私募管理人 并提供多层次的支持和服务 包括自有资金投资、产品销售、研究服务、交易系统支持等 首届大赛的成功举办为本次赛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吸引了全国各地的私募管理人踊跃参与 进一步推动了私募行业的交流与合作 网易、苏宁银行改名为苏商银行后 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整和优化 截至2023年末 苏商银行的人工总数为571人 其中博士研究生学历的有11人 做事研究生学历的有251人 本科学历的人工占据了大多数 共有309人 该行现任董事长是黄金老 具有丰富的金融行业经验 曾在中国银行和华夏银行担任重要职务 谢润行长王景斌也拥有深厚的金融背景 曾在普发银行和上海银行和上海银行 担任多个高管职位 在薪酬方面 苏商银行坚持绩效导向的薪酬支付理念 注重合规经营和风险管理 执行风险递延制度 对高级管理人员的绩效奖金进行递延支付 2023年苏商银行的资产规模达到1166.49亿元 实现营业收入45亿元 一亿元净利润10.51亿元 盈利能力保持较优水平 然而该型的不良贷款率上升至1.17% 为成立以来最高 贷款拨备率和拨备覆盖率均有所下降 网易月文集团发布的2023年财报显示 其总营收为70.12亿元 同比下降8% 规模净利润为8.05亿元 同比增长32.3% 然而非国际通用会计准则下的规模净利润为11.304亿元 同比下滑16 月文集团的股价在财报发布后出现大幅下跌 市值缩水超50亿港元 面对传统业务的下滑 月文集团决定压住短距市场 试图通过发力短距业务实现业绩增长 然而短距市场的竞争激烈 加上监管政策的不断加码 给月文集团的转型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尽管月文集团 月文集团拥有丰富的IP资源和品牌知名度 但在短距业务上 仍需面对抖音快手等强劲对手的竞争 未来月文集团能否通过短距业务实现翻盘 还需看其在内容创作 市场推广和用户留存等方面的表现 同时月文集团也需谈略拓展海外市场 以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 网易财经6月3日讯 深交所发布公告宣布民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和美胜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 将被中止上市 民生控股在2024年3月26日至4月24月20个交易日的每日 20个交易日的每日探价均低于低元 触及了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的中止上市规定 同样 美胜文化在2027日至4月25日期间 连续20个交易日的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1元 也触及了中止上市的条件 两家公司股票将于深交所做出中止上市决定后 15个交易日内栽牌不进入退市整理期 春节后股市场强势回暖 公募基金紧发机会 近3日月主动权益类基金表现亮眼 据统计 春节后共有3815支主动权益类基金取得正收益 其中1439支基金收付失地 加时资源精选股票表现尤为突出 春节后收益率达到33.55% 显示出基金经理刘洁的卓越管理能力 该基金的前十大重仓股包括核钢资源 华鲁恒生等资源类个股 其他表现优异的基金还包括华商上游产业股票的 前海开源港股通股息率50强股票的 此外偏股混合型基金和灵活配置型基金也表现不俗 展现了市场的强劲复苏力 网易财经6月3日训 互电股份公告 已推出不超过3000万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以促进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该激励计划涉及的标的股票数量 占公司当前股本总额的比例不超过1 激励计划的业绩考核目标为 任以考核业绩考核目标为 任以考核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15% 公司层面行权比例80% 若考核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15% 且不低于同行业对标公司 同期80分为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公司层面行权比例为100% 此举旨旨在提升公司整体业绩表现 致力员工积极参与公司发展 网易报道6月3日而股市场震荡分化 创业板指全天零涨 小微盘股方向领跌 物质跌0.27% 生成涨0.07% 创业板指涨0.9% 存储芯片高速连接器 CPO猪肉等块涨幅居前 SC汽车拆解、小金属Ri医疗等板块跌幅居前 全市场超4400家个股下跌 互生两市成交额8307亿元 交上个交易日放量1157亿 科技现成了6月份首个逆势方向 存储芯片、铜缆高速、连接国家大基金持股 人型机器人、半导体等多个板块涨幅居前 国家大基金三期成立、工信部部长金壮龙的文章 英伟达、CEO黄仁勋的演讲等消息面对科技线构成支撑 立案调查概念发酵 微盘股大跌近5% 来袭板块重现跌停潮 银行股一动员于金融监管总局发布的 低季度银行业保险业主要监管指标数据和户农商行 未能纳入相关指数成分股 网易的另一篇报道讲述了 Great Coffee这个精品咖啡品牌如何在短短两年间迅速崛起 Great Coffee是原福岛旗下的品牌主打单一产地咖啡 不搞价格在Gucci安普尔快散活动中 Great Coffee作为唯一合作的中国本土咖啡品牌 取得了巨大成功 联名咖啡在7天内全部售庆 Great Coffee强调咖啡豆的香气和品质 吸引了一批懂咖啡的消费者 虽然价格较高 但其高端定位和专业性赢得了市场认可 Great Coffee不仅仅是卖咖啡 更是在传达一种生活方式和价值主张 强调长期主义和品牌调性 网易还报道了今年夏天啤酒消费的趋势 啤酒龙头企业青岛啤酒 发布了高端新品奥古特系列 主要聚焦于全卖酿造多层相存 高定美学等卖点 啤酒行业分析师方刚认为 奥古特新品将年轻元素融入产品设计 预计会有很好的发展前景 今年4月啤酒市场消费不景气 但预计7至8月的啤酒销售会相对平稳 特别是中高端产品和一些特色酒种 会有较好的销售表现 8至12元定价的中高端产品 或成为啤酒行业增长的主力 啤酒市场正从精致塔形向橄榄型转变 网易财经报道 6月3日香港恒生指数收涨1.79% 恒生科技指数涨2 53% 其中比亚迪电子涨7% 理想汽车和比亚迪股份涨5% 海运控股涨4% 然而中国白银集团跌超10% 东方征选跌近10% 中国黄金国际跌超4% 这次的市场表现显示出科技和新能源板块的强劲势头 而贵金属相关企业则表现不佳 反映出投资者对不同行业的性侵变化 红星资本局的消息指出 近日有传闻称 茅台冰淇淋在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地的7家旗舰店暂停营业 对此红星资本局联系了这些门店 工作人员表示店铺正常营业 只是小程序无法下班 茅台冰淇淋自2022年7月上市以来 一直被认为是高端冰淇淋的代表 但随着时间推移 市场热度有所下降 茅台推出了价格更低的小巧资冰淇淋 但其销量和热度远不及首款产品 根据贵州茅台的2023年年报 冰淇淋对公司总营收的贡献微弱 仅占0.2% 这表明尽管茅台试图通过冰淇淋产品拓展市场 但其核心业务仍然是传统的白酒产品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收集整理了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